这绝对是我见过有史以来中国选手打外国选手打得最解气的一场比赛 300多斤的外国选手直接站着被打休克 这是一场超重量级的自由搏击中外对抗赛 率先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美国自称是功夫熊猫的史蒂文班克 他的身高1米98 体重足足有300来斤 摇头换脑可谓是嚣张至极 接下来出场的是中国选手 少林弟子叶翔 叶翔出自于中国松桑少林 并且曾拿到过多届散打世界冠军 风格特点为爆发力极强重拳重腿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比赛 重温这场非常经典的中外对决 裁胖一声令下大战一触即发 这场重磅对决双方谁也没有试探 上来就直接互换拳脚短兵相接 由于叶翔的身高臂长比较劣势 因此他和对方换拳就显得比较吃亏 经过短暂的战术思考他决定 打个屁的阵地战 果断采取一波强弓 于是经典的一幕出现了 这波强弓一气呵成 干净利落没有任何的泼泥带水 简直威武霸气 谁还敢说中国重量级没有人 那就是要终止比赛 是的 是的 我们可以数一下多少钱 五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 哦 眼神已经不行了 哇 将近这已经超过二十拳了 哦 你看 手已经放弃了 已经是战力的时候就已经晕掉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裁判接触是非常准备的 对对对 黄老师在一个保护这个选手 健康 非常稀释啊 所以在叶强这样连续将近三十拳的情况下 秒杀掉了史迪文班克 是 叶强是我们的中国的国宝 公司之旺 哦 这是一组天马流行船 对 好 恭喜叶强 台并不虽然不虽然? 没有で 这是柄的 bookstore 不好 mínimo OO 确